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灰长10号零四星穹铁道2.31条龙 成就书籍宝箱哲子小鸟梦境迷宗王下一桶金表超皮诺康尼 灰长10号开拓之尾号 我们打开小敌图传送到负一层 负一层的休息室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敌图右方 我们看到我们的传送点来到传送点旁边 来到传送点旁边之后我们北方向小敌图上方往前 然后在前方的地下有一个书籍 拿完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敌图左方 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往左看 这里有一个王家一桶 然后我们点击对话 然后选择第四个选项 你是一瓶苏勒达 然后选择第一个你在梦中 好 然后获得一个长旧 接着我们从右侧往前走 然后移植往前走 走到前方有一个门 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个门 然后我们进门 进门之后在我们的右前方这里有一个摄影机 叫放映机 我们跟那个放映机对话 然后狠狠担下去 然后出来一个侍从 然后我们跟侍从对话 然后还是先缓缓 这个选项是可以任意选 然后不愧是皮通康尼 也可以选择都选的最上方 那就想是 这段对话还是比较长的 然后邀请 狠狠的邀请 就是可以邀请一些其他人 然后你再一次跟他对话 就可以选择邀请 我这里选择邀请我们 新穷铁道一家人 我邀请新穷列车全员 接着剧情是相当的长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选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选择最下方 我们直接选择最下方的选项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退出来了 我们直接选择最下方 就直接退出来不看了 好获得又长就 然后再往下方的选择 就这样就好了 好获得又长就 好获得又长就 然后接着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这里能够看到一个迷宗 然后我们修复一下 这是最后一个迷宗 进来之后我们先把最右侧的这个长条拉到最下方 然后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 就是T字形的这个形状 然后我们拉下来 拉到最下方 然后再回来一格 然后把离镜子最近的这个T字形 我们给它往下拉 让它形成 跟齿轮形成一个通道 好接着把我们最下方的这一个长条 就不是最下方的T字形 我们给它拉到最上方 然后我们镜子往下拖一下 让它形成一个通道能连到齿轮 然后接着把这个 离我们最近的长条 我们往下拉 让它跟这个T字形的 重合一个格 然后接着再把离我们最近的这个T字形 我们往上拉一格 两格 接着再把我们最下方的长条拉到最上方 然后把我们的镜子也拉到最上方 然后再把我们离镜的最近的长条 拉到最上方 然后把这个长条下方的T字形 拉到最上方 接着把现在贴着近的这个T字形 拉到最下方 然后把离我们最近的长条 给它拉到最下方 然后把另一个最左侧的T字形 拉到最下方 让我们唤醒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能收到一个短信 我们点击一下 就是把这四个全部拿了之后 然后收到的短信 好 所以一个任务 接着我们 回头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从这个方向前往前 桌子上有一个书籍 拿完之后继续往前有一个薄像 然后接着我们出门 我们打开门 出门之后在我们面前这个长桌子 最右侧 桌子的右侧 有一个小手标志 这是一个书籍 拿完书籍之后 来到我们东方向小地图 右方的房子里 我们就会来到这个房子 好 进来之后进入一段剧情 就是刚才我们把这几个 迷宗解完之后收到的短信 他们在的地方 然后我们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看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这个桌子上有一个书籍 拿完书籍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然后这个是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然后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回头 跟这个最终 最中间的迷宗 我们跟它对话 好 然后我们修复一下它 进来之后 把我们旁边的蓝色 我们点击一下 两下 三下 然后这一个橘黄色 我们点击一下 两下 然后把黄色往上拉 让它跟橘黄色对接 接着我们把最下方的蓝色 我们点击一下 两下 三下 然后 把这个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这个黄色我们再往上拉一格 然后镜子我们慢慢往下移 让它形成一条通道出来 接着我们把最上方的黄色 我们拉到最下方 然后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 好 然后我们接着把我们最右侧的一个蓝色 我们点击一下 两下 三下 然后把这个黄色拉到最上方 然后我们把镜子往上拉到最上方 然后接着我们 这个离我们最近的蓝色我们点击一下 两下 三下 然后最上方的黄色 来给它拉到最上方 好 然后获得又成就 然后我们再跟它对话 就可以把我们之前版本的这些道具都给它提交一下 这是总共21个 然后我们再跟它对话 然后我们再次提交7个 然后再次提交7个 然后再跟它对话 再次提交7个 就是最后的7个 好 把它 换一下 换 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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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完成 然后出现两个大宝箱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大宝箱全部打开 喜欢吗 我也喜欢 喜欢吗 然后打开我们的小地图 我们现在是16个宝箱 两个玩家一统都齐了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成就 众密探齐一个成就 然后与你同行的回忆 这是两个成就 然后接着看一下我们的初集 初集现在全部集齐